武当山是中国的一个著名的道教圣地 武当山是道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也是武术文化的重要源头 武当山因其历史悠久 文化深厚和风景秀丽而文明辖尔 被誉为中华文化的瑰宝 武当山是一座极自然景观 人文景观和道教文化景观于一体的名山 山上有七十二峰 最高峰玉须峰海拔一千六百一十二米 且山上有多处名圣古迹 如烟霞洞 三元宫 南天门 武龙宫 神女峰等 武当山的道教文化深厚 七夕园可以追溯到汉代 至今已有千年历史 道教文化丰富多彩 有多位著名的道教祖师 道教经典和道教建筑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张三峰和太极拳 武当山也是中国武术的发源地之一 著名的太极拳便是源自武当山的道家文化和武术文化 武当山的太极拳被认为是内加拳的代表 是以柔克纲的拳法著称 具有很高的武术价值和宝剑价值 因此武当山也被誉为武术之乡 除了道教文化和武术文化 武当山还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 山上森林茂密 有多条清澈的溪流和瀑布 如仙人洞 九龙破 大瀑布等 这些自然景观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观光和休闲度假 武当山作为中国著名的文化和旅游景点 旅游业在当地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现在的武当山不仅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还有完善的旅游服务和设施 游客可以乘坐缆车或步行登山 欣赏壮丽的山水风光 可以参观古色古乡的道观和寺庙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道教文化 还可以体验武术文化 学习太极拳 内功等武术知识 总的来说 武当山不仅是中国重要的文化和旅游景点 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道教文化的代表之一 它的美丽风景 丰富文化和深厚历史 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和体验 也为中国的旅游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